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看见新东协 节目带您前进新兴市场 探究东南亚国家的经贸 现况与未来发展 我是耶斯敏 今天节目我们要来关心 马来西亚政坛再变天 前首相慕尤丁上任 只有17个月就请辞了 成为最短命的首相 而新的首相上任之后 马来西亚的政局还会持续动荡吗 外资台商目前当地的状况又是如何呢 另外我们也要带您关心 过去华人在东南亚国家 和当地人有比较深的隔阂 近年随着政府的政策引导 翻转了现状 印尼华人尤其开始跟当地人 一起合作经商了 有哪些新的机会呢 今天节目我们请到Live连线 现在人在马来西亚的 大马物流业资深协理 林明德 明德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印尼专家同时也是电商老板吴俊兴 哈啰 各位观众大家好 华光大学南向办公室主任陈上茂老师 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看一段影片 马来西亚疫情控制不住 单日确诊数不断创2万多人新高 累计确诊数超过了175万人 在民怨大爆发和失去国会支持的情况下 前首相慕尤丁上月中请辞下台 由61岁巫统派伊斯麦莎比利接任 一上任就面临疫情最严重冲击 因为3月份大马锁国后 导致制造业服务业几乎全面停摆 旅游业的部分因为观光客无法入境 统计光是今年上半年就亏损450亿令吉 换算新台币超过3000亿元 人民苦不堪言 当地人力资源不预估 今年全年失业率最高恐怕达到5.5% 以当地3000万人来做计算 恐怕有165万人口丢了工作 创30年来新高 超过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失业率3.2% 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3.7% 新首相上任之后 能否带领马来西亚走出危机 备受关注 好马来西亚的疫情完全没有趋缓 而且在持续的升温 现在染疫人数持续升高 单日确诊数动辄创新高 每一天大概2万多人 死亡人数每一天也是达到数百人 死亡人数跟染疫人数 每天都在创新高 这个我们画面上可以看到的是 马来西亚的墓园 有网友就是把这张照片截下来 当地的大麻民众说 这是他家附近的墓园 本来只有数十个墓地 结果现在已经整个墓园塞满到 两个月已经爆满到上千座墓碑了 可以看得出疫情真的很严重 那么最新在8月下旬上任的 还有他们的新首相 叫做伊斯麦莎比利 画面中这个图卡我们来看一下 现年61岁 他取代了墓园丁成为新首相 这样子上任之后 马来西亚的政局就会比较稳定了吗 等等我们要带你来关心 不过现在还传出了伊斯麦莎比利 和一位新冠肺炎的确诊者 因为他们有接触到 所以接受到隔离 因此他缺席了就职大典 可以想见 马来西亚当地疫情真的很严重 现在预估呢 今年的失业率 甚至可能到达5.5% 目前外资台商状况如何 我们赶紧连线到 目前人在马来西亚的协理 Tony协理请告诉我们 各位观众大家好 其实现在整体在马来西亚 的状况 其实人民还是非常的关心 是在于疫情的发展是如何 其实对于政府的新上任的首相 其实整体在马来西亚人民 其实信心不是很足 但是有鉴于新首相 他其实也是有公告 一个所谓的白日违新 那要求所有的政府人员 在白日100天以内 一定要拿出一些所谓的 一些比较强额有力的政策 然后换回民众对政府的信心 这也是目前整体在马来西亚 在人民上面也是在等待 就说到底后续100天之后 会是什么样的状况 那当然以目前整体上 在整体的工作上面的调度上面 其实我们现在还是采取 比较严格的分流上班 那当然也是要非常遵守的 所谓的政府所规定的SOP 那包含到了每一个地方 可能都我们要做一个QR Code的 那要去改变你所有的 所有的那个一些资料 那再来 就是因为现在疫情 对于政府来讲 疫情在经济复苏的层面上面 会有比较 开放一些比较多的经济活动 的空间出来 那所以他们会很要求人民是说 你要打满两剂的疫苗 那当然他有分两剂的疫苗 比方说这里是有Pfizer 所谓的台湾的BF 还有Sinovac 当然 那这些他们都会有规定是说 你打完完成两剂之后 可能有一些是要14天 有些是要28天 那相关的规定之后 你可能可以做这边所谈的堂食 堂食就是等于是说 你是可以在 在餐厅里面用餐 但是也是要遵守一些基本的 一些基本的SOP 那当然在整体的工作 工作上面来讲 其实也是蛮受到蛮大的影响 那整体的moment 在工作上面的moment 其实效率上面是有 是有大打折扣 可是 你过去这500多天以来的 这个所谓的封城或是NCO 其实 人民已经有创造出一些 比较新的所谓的生活的方式 而不是在守旧在过去 所以 在整体上面的话 人民有慢慢的去习惯 这个当然 最重要的信心度的回升 还是要靠 整体的疫情 包含政府有没有有效的 能帮协助民众 把这个疫情控制下来 这样 鞋利我想问一下 因为先前就是台商 都跟我们告诉我们说 还有外资的告诉我们说 政府的这个防疫 就是比如说在 限制措施上面 一下开一下关 他们根本就无所适从 我不知道新的首相上任之后 你们有觉得这个状况 有比较改善了吗 其实所谓的改善 当然 坦白来讲 就是说在人民的 感受上面 以我们比方说基本的台商 或是外国人 包含本地人来看的话 实际上我们 的想法是 好像没有什么不同 你有封城跟没有封城 对我们来讲 可能只是 有多一个所谓的roadblock 然后检查来 检查说 你有没有出门的许可证 这样 不是去工作许可证 可是 实际上还是有很多的 所谓的 可能 落到啊 然后可以 落过这个roadblock检测站 然后还是可以去从事 当然 我们没有办法所谓的跨州 或是所谓的跨线 可能是在 临住的所谓的经济范围 他们当然是原本是说 10公里 然后每天可能会有 你一辆车 只能一个人或是两个人 可是实际上 严格与否 其实 没有像之前 第一次去年3月18号的 那时候第一次所谓的MCO 来的严格 那只是所以 对当地人民来讲 会觉得说 好像 有跟没有 还是我好像也是相对来讲 还是自由的 只是说 有受到一点 控制 但是相对讲还是自由的 现在大马的新首相 伊斯麦莎比利上任之后 这个民众的支持度如何 因为之前的新首相 他请辞的原因 跟民众的支持度 还有国会的支持度 大幅下降 很有关系 我不知道现在大家对新首相 有没有一些期待 跟他的现在的民意 大概怎么样 然后另外就是想要问 马来西亚的政局 随着他上任 会不会稍微虚缓一点 其实如果人民 对于这个新首相的看法 其实目前来讲 蛮两极化 但是相对来讲 不是很认同的 大概比较 以目前我们 以外国人的角度去观察 其实好像 不认同的声音 会大过于认同的声音 那 那与政权 政局的稳定与否 实际上在这个上面的话 人民其实 我这样说有点无感 因为在 这一段长久 一段的时间 感觉好像没有一个 所谓的一个很明确的 所谓的政策 然后包含很多的政策 也是他们所谓的很大的U-turn 今天我们会是所谓的朝夕令改 类似这样 所以人民对于政府 会慢慢的进入五感 而且他们发现说 那 包含现在新上任的首相 有提出了百日维新 那一百天之后 如果 没有达到基本的要求 或是达到他的期望 那是不是马 马国还会再进行 一个更换一个新的首相 或是再做个轮替 实际上 大家现在其实会变成是 慢慢的是说 我只能顾我自己了 其实 政局对他来讲 顾好自己 已经好像没有那么 相对来讲没有那么重要 因为 也没有办法 是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 因为马来西亚人民对政府的不满 其实已经持续很一段时间了 疫情爆发是一个引爆点 马来西亚这长期这几年来到底 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我们看马来西亚的一个 政治的一个发展 其实某部分跟台湾是还蛮像的 因为其实马来西亚从独立之后 就是由执政党一直执政了 大概四五十年的时间 一直到前一阵子马哈迪 他老马出 再度的出来 然后才能够把执政党拉下来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 其实我可以打天下 我不见得可以治天下 所以我觉得西蒙他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可能还是在这边 就是说他的一个执政的班底 还不是那么的稳固 光是你看他跟马哈迪跟安华 两个人之间的恩怨情仇 我们根本大家是物理抗花 所以我觉得马来西亚现在面临到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他现在在一个民族转型的一个阶段 那根据政治学理论告诉我们说民族巩固 他必须要经过两次的政党轮替 他现在只是第一次的一个政党轮替 那第一次的政党轮替 从威权过渡到民族 当然会有一些的阵痛期 那前面的执政党之所以会被换掉 最主要的都是贪污腐化 那个一马事件 打记忆犹新 那在马哈迪或者是之后的执政者上台之后 可不可以把这个贪污腐化的问题彻底的解决 因为我们知道被执政党被拉下来的时候 就是因为贪污腐化 那如果你新的政党上来还是如此的话 那老百姓的民心基本上不可能在你身上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马来西亚往后 不管是谁执政 大家都是会面临到的一些问题 老师啊 那个这个马来西亚政坛 一直换来换去都是这几个 就是大家细称说这叫老男团啦 那这个班底的部分 也有一些是维持前朝的 老师怎么看这一次新的这些人上来 马来西亚的政局可以稍微趋缓一些吗 其实我觉得大概都是换汤不换药啦 基本上我对马来西亚未来的一个政局 并不是那么的看好 因为如果你在一个既有的一个格局 政治的一个结构格局下面没有改变的话 不管谁上来 其实他都会受到一些的影响跟制衡 所以我觉得必须要把整个结构 做一些大规模的一些改变 那新的人上来的时候 新人新气象 这样才有可能对马来西亚的政局 才会有一些新的气象 老师你刚刚提到说结构要做一些改变 有一些特别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譬如我们说了嘛 贪污腐化 这个东西呢 你必须要从制度上面来去着手 如果你制度上面不改的话 譬如说宪法 这个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那如果你这样的一种结构 我们就跟盖房子一样嘛 你在这样的一个结构不改变的话 你下面的人不管怎么样 他基本上没有办法突破的那个门槛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结构的问题 必须要从根本上面来去解决 另外就是近期包括东南亚几个国家 都有这个所谓逆民主化的一个现象 泰国 缅甸 跟现在最近的是马来西亚 这个趋势 国际间的趋势 我们也请老师带我们分析 其实我们大概从1980年代末 1990年代初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有所谓的第三波的民主化 很多国家从威权转型到民主 但是其实很快大概十多年的时候 从21世纪开始我们就看到很多国家 就出现了民主化的逆流 包括了你看先是前苏联的一些附庸国 然后到了2010年11年 这个中东那边的阿拉伯之村 然后来到了欧洲国家 所以甚至美国都发生这个占领华尔街事件 所以根据最新的一个报告 我给大家一个数字 就是说到了2021年的时候 全世界一共有87个国家是独裁政权 它可能是选举的 但是它是一个独裁威权的一个政体 这数量上基本上已经超过了民主政体 它占到全球的人口已经达到68% 那在2009年的时候 这样的人口数字只有6% 至于自由民主的政体 大概减少到了32% 只占全球人口的14%左右 所以我说这第三波的逆民主化 出不来之后 你看到很多国家发生了很多的 这些示威抗议事件 马来西亚前几年这个竞选盟 1.0 2.0 3.0 一直到最后终于推翻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到香港 再来看到泰国 印度 看到缅甸 都是同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马来西亚 它当然本身内部有些问题 但是在这个的一个大的一个 国际的一个政经情况的一个影响之下 也受到了一些的影响 谢谢 谢谢陈教授 带我们了解现在国际的整个趋势 刚刚我们跟陈教授 也有特别聊到马来西亚 现在他们这近期 几个月之内 几年之内换了好多个首相 首相换了又换 然后民众戏称台式老男团来掌政 到底怎么一回事 我们先请国际中心的记者栗珊 来详细告诉我们 这个换执政团队的这个过程 好 斯敏 穆尤丁 这个马来西亚最短命的首相掌权 不过17个月就被拉下来 老实说这都在预料之中 因为穆尤丁去年就是靠政变上位 一来他没有民意基础 二来他领导的执政联盟内斗太凶 上市力最大的巫统就率先 以防疫不利之名撤销支持 再来是今年1月 穆尤丁颁布了紧急状态 整整7个月的时间禁止办选举 国会也收会 他的这个举动就被解读 是想躲过逼宫危机 以求自保 而防堵疫情只是他台面上的说辞 而且封城期间百业萧条 民众恶肚子的恶肚子 轻生的轻生 最后迫于政治跟经济压力 穆尤丁居然绕过了国家元首 也就是王室 无欲解除了紧急状态 这个举动更是犯下众怒被批等同威胁 连王室都罕见发声明谴责 也是压垮他最后的一根稻草 那么穆尤丁走了之后就换他 伊斯麦莎比利来当新首相 他所属的巫统 三年前才因为前首相纳吉 A钱贪腐失势 现在重新掌权 首要面对的就是两极化的社会 因为2018年以来马来西亚首相换了又换 那么伊斯麦莎比利他已经是第三个 那么对百姓而言再怎么换 一样就是这些老男团 看反了也倦了 加上伊斯麦莎比利 现在在国会也并非十拿九稳 222个席次 他只有拥有了些微多数 114席 那么在政治疫情跟经济 三方夹击之下 他的挑战恐怕才刚要开始 好上一集我们聊到马来西亚的政治僵局难解 现在连一项过去都把阻力放在拼经济的华人 也开始高度关注当地的政局了 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华人 目前在东协国家的整个布局 或者是未来的一些筹资产业新机会 来看到现在面板上面东协华人的占比 还是以新加坡马来西亚占比较多 新加坡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占比大概华人75% 马来西亚也有23% 那今天我们要特别探讨也包括了印尼的部分 印尼的华人只有3%到4% 可是他们还是掌握了很重要的经济命脉了 而且呢 现在过去华人在当地地位已经开始不一样了 包括在政府的政策引导之下 现在华人以前跟当地人是会有一些文化上的一些 这些种族的文化的一些隔阂 但是近年来随着政府的政策引导 尤其是在印尼 这个左科威的政策引导之下 华人跟当地人现在会合作来创业 一起经商 多了哪一些机会 我们要请到的是 曾经 不是曾经 多年前都是在印尼待了几十年 在印尼土生土长 俊兴来告诉我们 谢谢主持人 其实印尼现在 从过去我大概 我是1977年出生的 所以大概民国66年 其实我们在过去那个时间点 其实华人跟当地人的合作 是不会浮现在台面上 几乎都在台面下 那其实有很多地方是 我们没办法公开的 那慢慢随着这一段时间 政府的改变的做法跟政策 发现其实有很多华人 开始跟当地人的合作 那有很多的机会 譬如说我们最近比较大的题目 是那个叫做Pocopedia 跟Gojek这样的一个合作 其实他们的创办人是 华人跟印尼人自己本身 都有建立创造这个 这个算是一个独角兽的一个 一个很大的一个集团 所以他们这样的一个开放 出浮现在台面上 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政府 开始从过去的之前的一个 总统叫做Auguston 叫做那个中文我突然想不起来 那个总统他开始把华人的这个文化 跟大家人民说说 华人在印尼本来就是存在 所以我们要去尊重 所以过去在这个总统没有上任之前 我们在当地是不可能会庆祝 这个所谓的农历过年 一月份的过年 对 所以从开始那个 WASID 我想起来 WASID开始改变了这个政策之后呢 大家就开始觉得 好像我已经开始被接纳了 OK 那这种感受的话 当然就会影响到整体的人民的 这样的一个互动跟交流 是 这个大概从哪来 什么时候近几十年开始 比较明显吗 比较明显是大概在近十年 近十年开始 所以从左科威上任之前 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变动 所以左科威在第一任 从SOLO的省长 市长 然后到了雅加达的省长 后来他就聘雇了那个 中万学嘛 当他的副手嘛 所以那个时候呢 人民对这个华人 原来华人其实 对印尼也是有贡献啊 然后这些华人对 也很爱我们印尼的国家呢 就开始去投这个左科威 所以那时候就上任为这个省长 是 刚刚俊欣有提到这个TOKOPedia 这还是比较网路相关的工作 所以你最近比较看好 比如说印尼的华人 跟当地人合作的 还有哪一些投资产业机会啊 我认为这应该是加工类 加工类跟一个 跟基础建设有关的一个产业 原因是很简单 印尼最近在这几年以来 都很想要把 他的国内的产品呢 国内的这个原物料天然资源 加工完之后才出口到国外 但就是因为技术上面的层面 他还没有办法去满足 我们有几个的厂商 跟我们这边联络 他想要做一些东西 把原物料调整完到一个半成品 可是我就问他们说 为什么没有办法做 他说因为技术上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就往台湾去找 那为什么往台湾找 为什么不去找中国 或是到日本 其实台湾有一个办很重要的角色是 他的价格是没有比 就是比日本或欧美来得更低 但是品质是比其他的国家 或中国来得更好 但是有时候在沟通上面 就可能会产生一些误解 可能说不能调整什么之类的 但基本上其实台湾可以加入 在这个印尼发展过程中加工 加工是台湾提供什么 技术啊 技术 然后设备啊 这个印尼目前很缺乏的 那像比如说基础建设 印尼的每一年的 叫做国庆8月17号 前一天呢总统都会宣告说 要送什么礼物给人民 像今年他就送了五个礼物 四个高速公路 一个快速道路 这个在一年当中都把它做完 所以其实这个过程中 在未来的两三年 一定会继续发生 那到底台湾的产业 台湾的技术 也没办法做到这一块 像我记得有一个台湾有一个很棒的公司 我忘了叫什么 它是做那个博友 那台湾的博友的 其实它的品质是非常好 可是印尼的博友路 品质不好 那这个不是因为原物料的问题 而是加工的问题 怎么去调配 台湾就有这个技术 所以其实很多台湾的厂商 如果想要进去到印尼 其实要回到自己的本身 我到底能够做什么 如果你对这个品质 对你的产品是很有把握的话 其实加工跟基础建设一起搭 这个我是觉得 我认为是看好 是 刚刚俊兴提到加工跟基础建设 其实俊兴自己是很厉害的电商老板 电商现在印尼也很夯 你帮我们讲一下 那边有什么机会 我觉得电商 过去台湾就很喜欢想 就是谈到跨境电商 所以要把台湾的东西销售到印尼 可是近一两年 后来发现这个跨境电商 好像越来越不容易做 原因很简单 我刚刚前面有提到 印尼总统呢 他们自己本身很想要把国内的产品 发酵到全印尼 因为印尼很大嘛 还有出口到国外 那到底台湾的产品 怎么样生存到印尼 其实电商是一个很好的门路 但是不能停留在跨境 因为跨境 他会认为还是外来物 他希望能够在当地生产 所以如果说台湾的厂商 还是回到自己的 产品自己本身 像我代理的这个 目前是一个是保养品 一个是隐形眼镜 这两个厂商进入到印尼的市场 其实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开始去思考 不要再只是在台湾这边生产 能不能到当地 那电商唯一的好处 就是因为它可以节省了我们很多的一些 跟消费者的沟通的时间 比如说我们过去 如果卖保养品一定要透过电视 现在可以透过网路去贩售 那现在印尼人口使用网路 最后的一个数字出来是有1.7亿 所以已经超过一半的人使用 这个人口红利很大 手机 对啊 对啊 那我们其实台湾在电商来讲 其实已经很成熟了 对 那只是说我怎么样去调配 用当地的话 当地的喜欢的 我比较习惯的销售方式呈现出来 给消费者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功课 我们必须要去想 是照俊欣的这个说法 现在就是很好去投资在印尼的机会 包括整个投资的氛围也都不一样 这跟以前有很大的不一样 真的差很多 因为华人跟这个当地人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那个俊欣有帮我特别提到 1980年代可以 1980年可以作为一个分水 重要的分水岭 对不对 帮我补充这个 那过去我在小时候 其实对于跟印尼华人交流这件事情 是有一点的不是那么的喜欢排斥 原因是因为过去的小时候的一些经验 对当地人是不是那么的愉快 可是后来呢 你帮我们决定你坐公车那一个 这样子 OK可以 像我小时候啊 我比如说我在国小 因为都是读的学校比较近 从学校到家里嘛 那其实我们一路回来 从学校到家里 都会提醒吊胆 因为好时不时会有小鬼 就跑来这边就跟你要钱 跟你要东西 他觉得你身上很多钱 对看到 华人身上有钱 对看到眼睛小小 因为华人还是读华人学校 对对对 眼睛小小的时候 这个华人一定很有钱 其实我也没什么钱 好 到了国中 然后我也以为到了高中 到了高中好像比较好一点 结果没有 到了高中还是一样的状况 所以其实我们华人有时候会在 选择学校的时候也会去 特别去思考 我到底要念国力还是念公力 对 这过程中我们回来通常都会 带的钱真的比较少 像我跟大家来分享 我过去从高中高中学校的时候 从公车大公车从家里到 学校来回 折合大概印尼币大概差不多 1000块 折合台币差不多20块 来回各10块钱 我都不敢带5000块 印尼币我大概只带30块 只带3000块 就是刚刚好 已经很简单 你要抢我 那就抢吧 我都没什么钱 我就给你拿走 其实 那个感觉是很不好的 所以那个都发生在1980年代以前 这种 这个过程 1980大概现在人40岁左右 40岁以前的人 他们对于印尼又重新改观了 对不对 包括你现在对于当地的 当地人的印象也改观了 对 改观 我想最主要的关键是因为政府 真的是开放 然后让这些华人能够来参与 发展整个印尼 包括他们从文化的角度 然后从教育程度 从教育的状况 其实可以 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 如果大概60年代以前 华人的学校其实到处都看得到 华语这个中文字都看得到 可是从苏阿都上任之后 1965年之后 到1990的时候 其实都看不到的 很容易被认为说 华人跟共产党画上等号 因为1960就是共产党的起来 所以其实过程当中很多的印尼人 都很排斥 排斥华人 对 可是后来因为政府开始发现 如果把这个没有在合作的状况之下 其实对整个印尼的发展是 有很大的障碍 是 政府政策的引导 这是让整个文化族群对彼此更多了解 才能够促成整个文化更和谐 我们刚面膀上看到的是 这些华人占东斜国家的比例 这些华人当初的移民背景是什么 他们大概来自哪些国家 整个大环境 我们请老师来告诉我们 其实东南亚有这么多的华人 我觉得他 如果我们去追根溯源的话 大概从政河下西洋的时候 大概就已经开始有了 但是比较大规模的 可能会是到了清朝末年 民国初年的时候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那时候 中国境内的这些政治动乱 是比较多一点 包括义和团之乱 包括八国联军什么等等 然后再加上那时候的东南亚 其实因为殖民国家 殖民母国 他们需要去有一些的人力 去开发殖民国 所以他那时候对于人力上面 也是比较需求的 所以很多的中国境内 尤其是沿海地带 大概就是福建 广东的居民 他们就看到 在国内发展没什么机会 那既然东南亚有的话 那为什么我们不到东南亚去 所以大概是从清末明初那时候 开始过去 那过去之后 我们知道1911年就是辛亥革命 其实辛亥革命之后 大家都说嘛 这个华侨是这个革命之母 所以那时候东南亚的华侨 其实扮演了相当重要的一个角色 对 但是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华侨已经来到了我的国家 那是不是还是一个桥 这又牵涉到这种属人主义 跟属地主义 那中国过去清朝之后它是属人主义 就是说你虽然你到了东南亚 但你还是我中国人 你还是我中国国 所以那时候革命的时候 他们会把它当成自己的一份子 可是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说 就是说你都已经到我们这边了 你还在帮助 对 帮助中国的这一些去从事革命 什么等等 所以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争议 那这样的一直到了1949年 中共建政 中共建政之后在1955年的时候 它就取消了一个双重国籍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所以很多的华人就从那时候 就开始入籍到东南亚去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印尼 其实大家的这个融合程度会很高 印尼到后来基本上入籍 那马来西亚 泰国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大概的发展是这样子 老师很多华人在这个东南亚国家都是富豪 就比例上来讲成为富豪的比例比较高 这个是2020年福斯印尼排行榜出炉 前十名是敏级企业家 就占了一半 这些华人具有所谓艰苦耐劳 刻苦耐劳的特性 俊欣有跟我提到这是被逼出来的 当时的大环境是怎么样吗 他们逼出这种个性 对 因为我们说了嘛 那时候其实国内要在中国境内要求得生存 基本上是很困难 所以很多人他可能单枪匹马 那有的可能是带了一家老小过去 你到了当地 你当然要比当地人更加的勤奋 那要不然一开始去的时候 可能都是做一些的苦力 可能就是在码头 担任苦力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或者之后我们就说嘛 华人到出去就是三把刀嘛 剪刀 菜刀 剃头刀 那他有一些技能之后 他就可以开始做一些的小本生意 是 所以从小本生意慢慢慢慢的做起来 然后他跟当地的关系又搞得还不错的时候 那华人 我们说了很多他又是来自于潮州 潮汕地区 潮州人最会做生意了啦 华人 东南亚的华人做生意还讲求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所谓的关系 这种关系一拉好之后 对于他做生意基本上是无往不利 所以为什么不只是印尼 其实菲律宾 马来西亚 甚至泰国 其实华商大概都是在他们不好排行榜 排在蛮前面的一个位置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华人 还是比较吃苦耐劳一点点啦 当然我们不是有一些种族偏见 可是东南亚人毕竟个性是比较天性乐观一点点的 然后再加上他们物产丰隆 所以随便怎么样他都可以活 所以在相较之下 他就不像华人会这么样的卖力去工作 下班时间大他可能就走了 他也不愿意去加班 他太累 我说加班少一点钱我OK 但是我需要有多一点的一些自己的一个生活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 华人就比较容易在东南亚出头天 谢谢老师 关心完华人在东协国家的地位 还有印尼的投资机会 下一节回来我们要关心 那在马来西亚的投资机会又有哪些呢 华人跟外资 还有当地的人可以有怎么样子的合作 或者是创业经商的机会呢 往后回来我们继续带你了解 关心完印尼市场这一节 我们要带你来关心的是台商 现在马来西亚市场发展也会找华人来合作 这是一个新的机会 那这机会有哪些呢 为什么我们喜欢找大马的华人来合作 我们请协理告诉我们 其实现在如果找一些华人来合作 最主要是说 因为毕竟还是一所谓的语言上的优势 因为毕竟是说我们在沟通上面 当然 大马在这边其实有蛮多种语言的混合 包括所谓的 他们所谓的华语 那华语有分 可能有广东话 还有包含广东话 还有包含可能所谓的福建话 那当然他们的官方语言 当然是马来语 那当然我如果以我们台商的角度 到这里 可能我会遇到一个问题是说 但我们有一些比较专业 不知乎一些官方的文件 其实他们是用马来文来做定义的 嗯 那实际上对于一个外在的投资 他相对来讲对这些 语言上或是相关的法令上 不是很熟悉的话 他就必须 就会透过一个当地的所谓的一个经理人 或是代理人来协助他 那当然 可能在首选的话 包含其实 我们我在身边也是有一些所谓的朋友 包括他们是来台湾 台湾来这边经营生意的 那包含还是也是有遇到很多的所谓的 乔生 就是他们过去 可能是在台湾读书的 包含我有遇到以前我在学校的学姐 他其实是马来西亚人 后来他在台湾读完大学之后 再回到马来西亚 这边也是从业 从事这个海运业的 那实际上我是觉得是说 在沟通语言 还有包含 还有做事的态度 相对来讲 华人对于 对于我们比方说外在投资的上面的话 会相对来讲 会稍微积极一点 当然并不是说 其他的人种 或者是什么 我们有什么歧视性 只是说相对来讲言语上面的沟通 这是毕竟是放在第一个考量上面 那协理你怎么看 现在马来西亚 如果我现在要进去 其实 华人 台湾很早就进去了 二三十年前 那如果现在我要去做一些新的产业机会 比如说十年好了 你觉得有什么新机会 其实我们 应该是说 过去来讲 可能觉得说马来西亚可能会有一些 所谓的 电子业 或者是相关性的 比较有物料的产业 但是 其实在这几年 我们也在本地上面 也看到一些不同的契机 其实马来西亚 他 的人民 无论是马来人 或者是华人 甚至印度人 或是其他的 的人种 其实他对于外在的东西的需求算是蛮大 嗯 那所以所谓的是说消费性的产品 包含 其实我们在本地 在本地也有看到很多的所谓的 supermarket 嗯 他里面 其实是有卖很多台湾的食品 是 包含泡面啊 饮料啊 或是一些 呃 甚至生活用品都会有 包含 女性用的面膜啊 等等之类的 所以 我是觉得未来几年 当然你是说原物料的话 其实这里有纯天然的 呃橡胶或者是 呃 呃 终于有 但是这种重工业 或是这种大工业来讲的话 相对来讲那个机会 我是觉得 对成本比较高 对 但是 如果纯粹就是说哎 我有新的产品 或是消费新的产品 其实 相对来讲 机会会稍微有一点 谢谢协理 那 老师有没有补充的吗 就是说如果台商 会外资 我今天要去介入到马来西亚这一块市场 可以怎么做 有什么样的机会 其实刚刚主播您提到 就是说在进入 台商进入马来西亚 其实蛮早的 大概就是 其实早在1993年底 90年初 那时候台湾有所谓的南向政策 南向政策 我们当然知道就是希望可以 分散投资风险 避免台商一窝蜂的跑到中国大陆去 所以有推出这个政策 那时候推出来这个政策的时候 其实台商的首选大概就是马来西亚 一方面就是像刚刚协理所谈的 这个是语言的问题 语言相通 它基本上就比较好容易做事 那另外一个 其实也是刚刚协理稍微有提到 就是这些留台生 因为其实 台湾在过去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 来自于马来西亚的侨生 那这些侨生 它 因为那就牵扯到马来西亚 这些华人 他们在当地受教育机会的一个不平等 所以他们在当地可能考不上很好的学校 那他就会到新加坡 到中国 近几年会到中国 那前几年的话 大概都会到台湾来去留学 所以其实 台湾也算是帮马来西亚 培育了很多很多不错的一些人才 那对于台商要进去的时候 他 他第一个想到就是说 那既然这些的 过去的留台生 他在台湾念书 他了解台湾的文化 台湾的企业的经营等等 那他回到了马来西亚 他可能已经投入到当地的一个行业去 那也了解了当地的一些企业经营 跟当地的一些投资机会 那如果我今天我要进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 我透过这些的留台生的一个协助 事实上可以达到一个失败功倍的一个效果 对 所以我觉得留台生其实不止马来西亚 包括像是泰国 我相信印尼 应该对于留台生也是相当重视的 谢谢 谢谢老师给台湾外资进到当地的一些介意 不过我们也要来问一下协理 就是说因为协理有跟我提到说华人或台湾外资 你要进到当地 大部分要政府支持是很难的 对不对 所以大部分都还是得自立自强 那你有提到说 没有资源就是要靠自己嘛 那靠自己的方法有什么呢 比如说协理你有跟我们提到说 是不是做拿督 或者是得到政府的标案这些方式 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小秘诀呢 其实不敢说是秘诀啦 因为 毕竟来讲的话 如果我们有一些比较重大的工程 包含或是 如果台商真的要来做 所谓的比较大型的建设的话 其实这个真的是需要有一些 一些管道 而带领带领我们去 去进入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经济领域 但是如果你以纯粹的 独立的资本 或是独立的商人来做的话 相当于还是有点困难 你还是要找到当地的所谓的 合法的合伙人 是 一个合法的合伙人 然后他整体的带领 然后包括他也会跟你解释所有的 需要的法律条件 然后这个才不错 这其实对我们来讲主要是说 一个比较合法的合伙人 在本地 相对来讲会相对容易一点 是不是要拿到一些 比如说政府的标案 这个也会比较好做呢 也是因为毕竟我们在台湾还是 在马来西亚的投资的话 比方说以台商过来 很多的法令上面 我们还是不太了解 也许 我们可能不是知道了 全部的细节的部分 所以还是需要有一个当地的 合法的合伙人 然后来协助您做这样的事情 是 协理刚刚提到是说 如果外资台商要进入当地的话 有一些方法 那可能可以拿到政府公家案子 有时候会比较好做 那我不知道在印尼的部分 外资或者是台商去当地 是要自立自强 还是说政府可能可以提供什么样子的帮助 协助来帮助你们在当地做设厂或经商 像如果说政府的标案来讲 其实真的是要靠关系 这个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当然就是要看在工程 自己本身的一个大小 那甚至于如果说 如果说有些台商会想要到印尼的话 它其实有些投资的门槛 那这些门槛当然就是可能 各位观众如果有兴趣 可以到驻台印尼办事处 这边有一个条件 比如说这个投资的投资额多少 然后整个设备整个人员 这个都有相关的规定 可以去了解到驻台印尼经济贸易班 看事处的这个他们的网站 但是我刚刚呼吁到刚刚协理刚刚提到的 就是那到底在印尼会 会有什么样的机会 我想就回到刚刚前面的题目 我刚可能没有特别的明显的回答 其实现在印尼 他们对于这个人民的这个 消费性的这个产品来讲 其实很多地方是可以改善的 比如说从整个包装的材料 包装的一个产业 然后食品产业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电商 这种工业 其实这个台湾都有它的机会的 那只是问题是说 我到底进去到底要先找华人 还是找当地人 对 所以是要找谁 一开始找华人是对的 就找这些学生 因为像我以前我在大学毕业 我都会想要回去英零 其实我们都是一个很好的桥梁 可是这个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之后你绝对不能找这些桥生了 因为为什么 我们可以从逻辑开始去思考 这些学生在台湾四年五年 其实他离开印尼了五年 其实印尼有很多的改变 很多的变化 那到底这些学生 这些同学 有没有去关注到印尼的发展 印尼的状况 那如果他没有发 没有跟上的话 其实这五年其实他是空白的 所以他回去当然就是沟通的桥梁是可以 可是后面的这些台干到印尼 他一定要真正去了解 到底印尼当地人 他的TA 他的消费群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真的要下很大的功夫 所以你刚刚是说要找谁来帮忙 才是最有利的 一开始是学生 对 一开始是学生 但后来呢 之后就开始去培养 如果这些学生能够培养 变成经理人的话 当然是OK的 可是他如果不是的话 那一定要找当地人去当你的经理人 是 对 我不知道老师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 其实在东南亚的一个政治经济 我们都有一个叫做所谓的 关系资本主义 我就说在做生意里面 关系是相当相当重要的 刚刚协理也谈到 这个也这边也谈到 就是说如果你要拿到标案的话 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些关系在 那这关系的建立其实就 我觉得台商或是当地的华商 必须要去拿捏 因为你必然的要跟政治 有一些些的挂钩 但是你跟政治又挂钩太近的时候 万一出现了一些政治动荡的时候 你可能又会是一开始的一个牺牲品 所以我觉得对于 不管是台商或是华商 在东南亚当地做生意的时候 这个部分必须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是 我们再回到协理 协理那我想请问 刚刚老师也有提到 有很多特别 比如说政治动荡 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现在华人当地还有外资 都很关心马来西亚的政治 就是因为政治现在已经会严重的影响到 经济民生了 包括我在做企业的时候 这些政治问题可能都会影响到我的产业 在当地的立足 对不对 协理请帮我们补充 其实从商他们也是尽量的 在本地也是说尽量不要跟政治 或是有任何的瓜葛 就是商人归商人 可是实际上在整体的 在你的营运的上面的话 当然 可能你有一部分 可能会收到部分的关切 什么利益的关切 那实际上这个也是 可能在外界 在外资在进来的时候 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量 因为这个只是一开始 可能我们是很顺利的 在进行我们的产业 或是最近我们的经济活动 那可是可能随之已久 可能你的市场的占有率 或是你的经济已经 你的营业已经开始蒸蒸日上了 当然就会所谓可能会有一些 所谓的 利益分子 利益分子可能会有一些关切 那关切的时候 这个部分就要稍微小心 那当然在马来西亚 在投资上面的话 其实除了刚刚一开始所敞述的是说 我们可能会找一些华人侨生 当然我们也会去继续培养一些所谓的 当地的可能其他的包括马来人 包括印度人他会去做一个整合 所以你在一个公司上面 就好像一个 大的生活圈 那实际上来讲的话 那其实这样的话 他们就是互相 然后会去分享一些资讯 一些资源的话 其实这个也是 后续在整体在经营上面的话 这也是算是一个利多的一个部分 但是只是说 在你的 营业或是你的公司的利润的成长上面的话 当然 商人最重要的是赚钱 当然 可是未来也会有 可能会遇到一些所谓的利益的上面的关切 那这个也是稍微要稍微注意 但是并不是说 完全会受到关切 也只是说会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考量这样 好谢谢 谢谢 协理带我们了解大马经商要特别注意 等一下回来 广告回来我们持续在关注 外资台商进军 东协要特别留意 小心什么事情呢 广告回来带你了解 欢迎回来 东协多国随着疫情延烧 也影响当地的政局动荡 许多国家都是这样 泰国缅甸 或现在我们提到的马来西亚等等 台商外资 当地经商有没有特别要留意的地方 我们先请 静心告诉我们 OK 其实我觉得台商要进去到印尼 很重要的 最后的应该是最后一个步骤 当你开始进去之后 下一个步骤就是要 怎么样相信市场的讯息 因为有时候我们 从台湾这边角度去看印尼的时候 就会觉得印尼应该要这样 行销商一定要这样 一定要这样 就是用台湾的一些经验 套到印尼的市场 可是并不是这样 有时候一定要相信当地人给你的讯息 当然就是要去研究到底适不适合 像我过去在前一段时间 我们在设定这个商品的TA 我们的目标群 客户群 我们设定错误了 我们认为我们的产品是A群 结果不是 变成它是B群 像我们就后来发现 其实以印尼的这个领土来讲的话 很多人就是中心放在轴啊 放在轴啊 后来我们发现 我们在这个经商的一段时间 放在轴啊 轴啊 轴啊 在这里 OK 都是在这边 当然没有说所有的经济的活络 卖命卖都是在这个区域 可是后来发现 用我们的保养品的客户 有很多是来自于在我们的东边 那为什么后来发现这个很有趣的 东边的人要买货从印尼 它的物流非常贵 所以他们以下笔 以下一采购的话 通常都是大笔 所以我们的很多的部分的营业 都是也是来自于这里 但是过去我们对这个东边的这个地方的人 都会觉得他们都很穷 所以没有什么需求 可能就是也不管花钱什么 因为没什么钱 可是后来我们进去了之后 带了我们的保养品 带了我们的隐姓 隐姓 价位是非常高 反而我们这边的卖 当然就是会精精的计较 可能这边比较辛苦吧 在竞争 所以花钱就比较保守一点 那这边就不是了 它一次采购就是大量的 因为这边的运费就比较贵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部分 好刚刚是俊欣他告诉我们在印尼投资当地 要特别注意的事情 他用他自身的经历告诉我们 现在我们来请的是协理 告诉我们马来西亚外资台商 当地要特别注意什么事情呢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是说 最主要的是 当一个外资进来的时候 还是要去习惯 当地的一些经济的活动 把我们所谓的路径随俗 那当然其实在马来西亚 他们这里在投资的环境上面 包括如果未来有一些所谓的食品 加工业的 或者是食品商 想要进到马来西亚这个市场 消费市场 其实还是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说 所谓的这里是 也是算伊斯兰教的一个主要的国度 那当然许多人民他们 所我们应该是说我们面对的市场 可能是说我们不是只有一种 人种帮忙滑人 或者我们要是比较间接开放性的 应该把这个产品销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 相对来所谓的清真的认证 相对来讲就会比较重要 那包含 所以在这个上面的话 可能也是在未来 在投资上面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是 最后我们请老师来帮我们补充好不好 在台商外资东协当地 需要注意的事情 如果以证据来说的话 当然譬如说越南 越南它毕竟还是一个共产国家 所以它证情是基本上是比较稳定的 或者是像辽国柬埔寨 但是它的一个市场当然优势稍微小一点点 可是其实这几年我们都知道 其实从这个中美贸易战之后 中国大陆经济软着陆 很多台商也开始往东南亚去 那首选的话就能够到很高原 那包括像是北东协这几个国家 包括说越南菜国 基本上都是收银的东西 我们在做一个政治的工作 希望在东协的国家 中文字幕广告 感谢观看